好啊,非要不多说,咱们赶紧给它清蒸了些 就吃原汁原味 看看这个没有退壳期的花啸蟹肉质怎么样 OK,大功告成 我们已经看到,这个花啸蟹蒸丸子非常的好看 它这个颜色不是那种深红的,非常漂亮 因为这个花啸蟹的干一线 说白了就是蟹黄蟹膏,可别的好吃 所以我准备先给这个脑袋瓜盖掀开 其实一是可以蘸我准备的酸辣辣椒酱加香油 二是可以直接蘸着蟹膏吃 也非常好吃 把它先翻过来 后边好看 再看前边跟烧焦了似的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能糊了 它本身就这傻,黑不溜秋的 把它的屁股给搅开 中间这块呢,来吃蟹心,没必要吃 之前说过这是极寒之物 但是后来经过研究也没有说网上穿的那么邪乎